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欢迎咱们这边 咱们刚才是不是把这个商品状态变更已经变更完了 大家咱们再做一个事情什么呢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是价钱最好也能随着咱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点击而变更 那你说这东西咋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每次在变更的时候 把价钱算一遍给它传过来 是不是就完了 那一会价钱前段算还是后段算 前段算 前段算 那你这全都选完了 你看着啊 我给你变成一毛钱 付一本 来下单吧 那靠谱吗 不靠谱 告诉你 这种东西 不管前段算不算 后段一定要重新算 知道吧 那比较省事的话 就是后段算好给前段 然后前段也可以算 知道吧 但是后段一定会再算 知道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用户体验 你在前段 选完了之后呢 上面写100元 但是你一下单的时候 可能变成80了 也可能变成120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对不对 这边后段又算了 然后可能有一些新的政策 是在后段重新加进去的 而前段这块是没有的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价钱 我们通常来说的都是 后段必算 前段的是选算 知道吧 这一定要明确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算一下这个价钱 我们一接的时候 我们一接的时候就把这价钱给它算好 先传过来 那怎么算呀 啊 那咱们先去找这个 是不是这个 Vils 找到Vils去找谁啊 是不是去找这个 Card的呀 那找到Card的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呀 是不是要将选中的 在在干什么 可能价钱是不是算出来了 对不对 那其实非常简单了 怎么办呀 啊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来做 对不对 那首先咱们先将选中的都给它找出来 All Select 然后它等于写个函数 因为咱们是不是很多地方都要去算这个价钱啊 咱就写到哪啊 在Hopper中吧 对吧 那这啥呀 DF那就是干什么 干它 Total Press 是不是 这啥呢 咱需要传什么参数吗 啊 需要传什么参数吗 不需要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直接掉这函数是不是就行了 那咱们应该去算谁啊 先把Card是不是找出来啊 Card .objects.filter filter什么 C and select等于处的 是不是 这我们要做什么 那你是不是要写一个总价也放在这 之后呢 是不是要去把咱们这个Card给它干什么 是不是迭代开啊 迭代开做什么呀 Total 加等于加等于是谁啊 Card.c good number去乘业 Card.c good 这点 price 最后咱们要把这谁啊 是说把这个total给人家 返回去 这是不是就总价了 对不对 那之后来到vils这边 那你来到哪啊 来到咱们的 这儿 对不对 那这块应该加了一个新的 对不对 这是什么 total price 是不是 这儿呢就get total price 这是一个函数 调用一下 是不是 这儿呢咱们应该来到页面中 把这个totalprice干什么 我给它放上去啊 这是不是咱们的总价呀 那这就是 totalprice 一会儿呢咱们还要改它 所以咱们给它加一个什么 加个id 对不对 这叫什么 totalprice 是不是 照咱们先看一下啊 摸着这个进的这个总价 对不对啊 拿这杯153块8呀 那你算什么对不对啊 不知道是吧 一会儿呢咱们弄成一两个 行咱们弄弄少点再算 是吧 行了就这个吧 是吧 快一那吧 你这个心算能力很厉害呀 是吧 5块是吧 做完了是吧 啊 那之后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东西 加到哪去 是不是加到我们这个所有的需要返回价钱的呀 那需要所有需要带价钱的都在哪呢 什么oclet里面需不需要带 需要 对不对 你变成全选或者反选之后 这总价还是要的 对不对 发不烧品中起 你说的需要不 需要 对不对 但这里面的这个写法不太一样 这里面应该怎么写啊 是不是 data 然后呢 方框号 然后 等于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这样的 那 change card c的 这改变状态 这个是不是也得有 是不是 还有吗 add to card的 这个不用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呢 咱们是在哪 是不是在咱们的用 那个商品界面呢 对不对 那之后呢 就干什么 写完了 后端写完了 这样算了 前端的想联动怎么办 那你前端是不是也得去做套座呀 你前端不做套座啊 不就白玩了吗 白写那么多 对不对 那也就是我们total price的价钱要改呗 那去哪改呀 js中 对不对 那你这个confirm是不是选中啊 对不对 那这块呢 不管它变成选中了 还是变成未选中了 我们是不是都要去给它干什么 去设置价钱呀 那也就是谁呀 咱们这个是 是谁 叫 total price 咱们要给它设置什么 是不是atmr啊 设置个啥呀 data里面呢 是不是total price啊 是不是啊 那之后做什么 这这行 是不是只要在成功的地方我们都要设置啊 不管你什么sub add的这种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但是后这什么all select的这种 不管你这个 这是什么unselect list 这所有都变成选中了 那ok 我们这肯定要干什么呀 肯定要往上加的 对不对 那这个呢 都变成未选中了 你说咱们加不 啊 你加钱是不是也得重新算一遍啊 对不对 给它变成零也得变呀 是不是啊 那来到我们这边 干什么 优积 轻功缓存硬性重新加载 这呢 点一个 是不是变了 对不对 对吧 价钱 13.8乘有5 差不多吧 是吧 啊 对不对 再之后呢 9块9的乘三 是不是 对不对 大约就是这个价钱 上面还有个5块的呢 是不是 价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你看 这不就一个价钱计算了 那减一个 是不是 玩活 完美 对吧 那接下来你说多少 啊 咱们这个购物车里面 是不是基本上的信息 交互是不是都有了 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下单呀 当我们点击下单的时候 还记住咱们做现那张图呢吗 点击下单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呀 啊 点击下单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 啊 订单表 来到昨天那张图这 看一下我们昨天画的什么 购物车设计这 当我们点击 哎 当我们点击什么呀 是不是下单的时候啊 他应该做的操作是什么呢 啊 他是不是应该将我们选中的这些商品 然后呢 是不是从购物车表中移除啊 然后呢把它变成一张新的订单吧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新的订单里面 咱们现在不算没有没多少货地址 那咱们也要新的新长出来两张表呢 对不对 是不是 照着他们去映射一套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这个操作 咱们现在这个 呃 点击 现在点击是用啥做的 是用A标签做的 对不对 但我不是很喜欢A标签 咱们给他换一个 咱给他换成什么 换成个spot或者button一类的吧 对吧 然后咱们使用RX去 咱们使用GS去做 听不懂 那来到我们这边 怎么做呢 找到这个A标签 A标签在哪呢 是不是看着它里面啊 那这块呢 是不是写了A啊 咱不要A了 咱们给他换一个 换成spot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贺负就没用了 这儿呢 你这样式还想要不 肯定是要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需要去干什么呀 去把那块最底下这个 A给他换成谁呀 怎么办 那这儿咱们来看一下样式 有没有大问题啊 能不能用 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那接下来咱们再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个ID 之后呢 给他好给他加点击事件 对不对 那这个加个ID ID可以叫什么 make 是吧 order 是不是生成订单 做一个订单呀 那接下来到我们js这儿 怎么办 啊 是不是要找到这个案子 加点击事件呀 那你就是一个 make order 之后呢 click 在点击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呀 啊 是不是要去 将选中的发给服务器呀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实际上我们这块其实应该做的是一套筛选 就是说我们应该有选中的 如果都是被选中的怎么办 啊 如果都是被选中的吧 啊 都是被选中的我们一点应该告诉轻选中商品 对不对 或者说他本身就不能点 是不是 对不对 或者这块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 是不是要还是要筛选一遍选中和被选中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那 怎么办 把这代码 干什么 是不是 再问一下 对不对 来到我们这边 走一个 那这会儿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要判断着选中列表的一个长度啊 哎呦 什么呀 所以like list 他点儿lis 是不是 大有零 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正常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是不是 后来咱们就写他等于零的吧 等于零他应该干什么呀 啊 是不是直接return啊 对不对 就不让你干什么 是不是往后执行了 是不是 再之后呢 那如果能执行证明我们是不是这个长度是大于零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啊 是不是将我们这些选中的发送给服务器啊 对不对 其实也不用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能知道哪些是选中的吧 肯定是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发一个司就可以了 对吧 按一个司干什么 啊 说make order去生成订单呀 对不对 需要什么参数吗 好像不需要 不需要咱们就可以直接干什么了 是不是去 log了 对不对 log data 那接下来做什么呀 说去服务器里面去写make order这种监口去啊 来到这边我们怎么办 选中的商品先给他拿出来然后给他变成个订单呀 对不对 那也就是cut等于什么 cut点object 点什么filter filter谁 啊 首先是不是要根据咱们的用户来筛呀 say order它等于什么 是不是request点 优点 但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要注册这个make order 否则是不是不能用啊 再之后要根据状态选吧 咱是不是应该选什么 不是选中那些呀 没选中 你让人家拿出来直接生成对来人肯定不干了 对不对 json response data 也不用非得写data等于data是吧 那这边就可以写了是吧 states是吧 什么 200 json message 是吧 ok啊 是不是 json呢 咱们这块这个接口咱们应该给他注册到哪去啊 是不是咱们的中间价中啊 中间价中 然后呢是 管会json这种 对吧 咱们要做什么呀 是要把它注册到这里面来啊 第一个 这是什么 make order啊 是不是 这样咱这是不是就有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怎么搞 啊 咱们先看看这玩意能不能发过来就对 发过了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要去见表了 来到我们这边是吧 右击 清空缓存 硬性重心加载 照呢 来到这个consumer 把这 清一下 点着呀 接下来 是不是能传过来呀 接下来呢 我们做什么 是不是要去创表了 去创模型了 来到这边 ok 那接下来创模型吧 现状谁呀 说订单呀 class什么 order order order等于什么 model 4.r model 哎呀 这怎么 怎么了呢 那我切全脚了 那不管用 我按着税不加空格弄的 就是不管用 快键不是就是税不加空格吗 那这块咱们来说一下 那订单都需要什么呀 啊 订单都需要啥呀 第一块你可以来个什么 o number的吧 但实际上咱们有id了 咱就可以不用自己造的 number了 是不是 咱可以直接用它 但如果你说我 我们公司呢 我就想 你这个订单命名的时候 可以干啥 我这个字段 我都想用啥呀 啊 我想用自己生成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 呃 上面这编号就是 前面是年约日 后面加上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做 是不是 这也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了 大家的有的人也去干什么呢 比如说阿里巴巴 他那个合作站号什么的 他都是2088开头 对吧 就阿里巴巴一个谐音 对吧 如果你有自己需求 你自己去干什么 自己去写这个订单面号 对不对 没有需求来说 可以直接用他的id了 对不对 那除了id 接下来还有什么呀 啊 接下来重要字段 先说核心字段 有谁 商品 商品 用户 是不是用户啊 对不对 那他应该是 models点什么 是不是 Foreign K啊 谁啊 是不是 爱先锋的优点啊 还有吗 啊 那你这订单应该有用户 有商品 你怎么还有商品 一个订单有多少个商品啊 是不是 一到多个呀 那他们之间是一对多 对不对 一对多 那是由这个一去寄多吗 不是 是不是又多寄一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要强调商品 商品应该属于哪个表啊 是吧 order固子表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 他应该存放的什么 啊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 是吧 order啊 对不对 那你是model 4.2 是吧 Foreign K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在这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这order里面 还需要什么东西 啊 咱现在没写地址表 造不了地址 那可能还会有啥呀 其他的 订单编号用户 还有没有 你是不是得有价钱呀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有总价呀 对不对 那什么呀 float field default 零 是吧 还有吗 你这里面可能会有各种时间 对不对 是不是 创建时间付款时间 等等等各种时间 在里面 是不是 那你这会咱们就加一个吧 是吧 all create 不是吧 或者all time就得了 好 那就等于什么 model 4.2 是不是 day and time field 然后呢 auto now 那还有别的吗 啊 订单号 订单用户 订单价钱 这个时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队段 订单的一个什么 状态 那状态的 你其实就可以使用一个什么 integer来做了 对吧 那这块咱们写了一个 是不是写了个零啊 那这零呢 其实不好 咱们应该写什么呀 来到我们这边 你应该带咱们的customer 这来一下 对吧 比如说这块是什么 也是订单相关的 但是订单状态的 order states 然后呢 这块是订单相关的 订单状态相关的 比如说咱们刚才使用了一个什么 什么使用了一啊 比如说order 什么呀 states 是吧 not pay 那这什么呢 以下单 未付款 对不对 这不是一种 再之后 以下单 以付款 未收获 未发货 对吧 再之后呢 以下单 以付款 以发货 未收获 再之后呢 以下单 以付款 以发货 以收获 未确认 再之后呢 以下单 以付款 以发货 以收获 以确认 未评价 各种多了 比如说 那这个评价完了之后 我前面这些全都变成已了 对不对 是吧 那你的已评价 然后未追评 是吧 你要想做啊 这个订单的状态 其实是特别多的 知道吧 再之后呢 那其实你这些状态里面 它可能还会有 有几个特殊的状态 知道吧 比如我都评价完了 然后我干什么 啊 我一块申请售后 申请售后里面 是不是又有好几个状态啊 什么呀 退货 返修 对不对 还有换货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状态啊 对不对 那这些呢 咱们不挨个去写啊 给你写两个就行了 你自己到时候去的轮转去吧 Older States 是吧 那什么呀 不是 Not 算的 没发货的 对不对 那之后呢 Older States 查一下 States 那这个什么 以发这个未收获呀 对不对 Not Resale 是不是 就写这样几个状态啊 别的不写啊 那之后这边 你这default 你就可以写了 他写了一个 咱们写哪个 Older States Not Pay 是吧 就刚生成的订单 是不是 倒个包 这样是不是就别人也能看懂了 对不对 找我给他来一个什么 Class Meta 那DB Table 就等于什么 爱先锋的 是吧 Older 那下一步 这个什么呀 那 Older 固子 你说这里面都有啥呀 啊 Older 固子 这里面 你都要 都有啥呀 啊 第一块的 你是不是 这个数据是哪来的 是不是从购物车里面倒过来的 所以说第一块的 他应该有商品信息吧 对不对 商品信息呢 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的是咱们直接激连商品 第二种是什么的 他将商品数据复制了一份 对不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啊 说你买完这个订单 然后呢 他映射的那个商品 有可能下架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他如果下架了之后 你再点他 他会什么反应呢 他应该有一个宝贝快照 是吧 还是能看一些原来你买的 买熟的商品信息啊 对不对 但很多呢 他也不是永久能看 可能只有一段时间能看 对不对 他里面有一个时间 比如说时间是三个月 那之后 你在到时再获取的时候 超过三个月 他就不让你干什么 就不让你看了 对不对 商品信息不存在 淘宝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啊 对不对 就因为 这个服务器 他也要考虑什么 数据量的问题 如果说 所有的数据都一直存着 他可能就什么 是不是垃圾数据了 对不对 那咱们这块怎么办啊 那咱们就直接加O固子吧 对吧 Model 4点什么 是吧 FORNK啊 这会儿呢 是不是就要集联到固子上面啊 咱们又把固子靠一份 对不对 再之后呢 还有啥呀 是不是 O固子南门啊 你是不是买了多少个呀 Model 4点什么 Integer Fill的 最少你得买上一个吧 是不是 还有吗 还有没有别的字段 啊 想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的字段 基本上我们想要的这核心字段 什么应该有了 对不对 接下来做什么 是不是迁移 然后去生成订单 然后生成订单商品啊 对不对 那这块你先写上 ClassMeta DB Table 就等于什么 是不是 爱先锋的一个谁啊 啊 什么order 固子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接下来做啥呀 那是不是 我们要去给他 签一下 然后 只有下签移 对吧 那这样我们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有了 有了 接下来做什么 在我们Vios这儿 咱是不是要把这个cast里面的数据 拿出来变到订单里面去啊 都说咱们要做的第一件是什么 是不是生成个订单呀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这order其实很好生成 order里面也没有多少多段的吧 什么 all user等于什么 request的点 是不是 user 再找哪 order点 什么 咱们这个总价 对吧 总价的什么 啊 总价是不是咱们先前写过呀 get total price啊 是不是啊 封装好了 还有别的吗 order点 其他是不是就没有直接需要设置的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干什么 是不是save了 是不是生成个订单 有了订单之后 接下来做什么 订单是不是要有这个商品集联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接下来就干什么 是不是 for cart object in cards 然后做什么 啊 咱是不是要把这个商品数据给它变成谁啊 是不是这个订单商品数据也就是order 固子 对不对 他等于什么 啊 他等于什么呀 咋了 都傻眼了啊 咱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给它导到哪去啊 啊 是不是给它导到咱们的这个 订单商品数据中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order接连 首先你得知道你是那个order的 接下来order固子点什么 all goods number 还有all goods all goods number就等于谁啊 是不是 cut object.c gold number啊 对不对 然后order固子.o 固子 它就等于谁啊 是不是等于咱们这cut object中的 是不是 c固子呀 这两个固子是不是也有了 对不对 之后呢 order固子点什么 费物 然后呢 是不是 cut object.delete 是不是 这样咱们的订单是不是就生成好了 数据是不是就导过来了 那你来到这边做什么呀 是不是把这个order ID给人家干什么 是不是 返回回去啊 那也就到哪去了 啊 是不是到咱们这个order 点 ID这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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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